Hi 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台灣美國運通千賬白金卡 2024年的最新權益來囉 可以先看一下官方的公告 你可以掃左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完整閱讀它的產品權益了 那我這邊也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它的年費36,800不可減免 申請的資格只要年收入150-200萬元 就可以向美國運通來申請了 它也是台灣少數的金屬卡 有想要收藏的話 可以考慮申辦這張卡片 你可以申辦2張免費的附屬卡 總計有3張金屬卡 它的刷卡累積比例 國內是30元累積1積分 海外的話是30元累積2積分 它的亮點是它累積的美國運通會員籌兵積分 終身不會過期可以慢慢使用 可以1比1兌換5大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遙宗萬里通、新航獎勵計劃 還有泰國皇家蘭花里程計劃 跟馬航富裕計劃一共是5大里程計劃 比較可惜的是2024年開始 就不能夠兌換華航的里程了 開卡禮跟馬額禮是即日起到3月31號 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拿到最高2萬刷卡金 或者是6萬會員籌兵積分 它的規則很簡單你可以看一下 新卡會員在成功合卡的3個月內 不限金額刷卡一次並繳交年費可以拿到1萬5的刷卡金 或者是5萬會員籌兵積分 如果你守3個月內消費滿30萬 等於是每個月只要刷10萬元 那麼你就可以再拿到額外加碼的5000刷卡金 或者是1萬籌兵積分 所以加起來就是2萬刷卡金或者是6萬籌兵積分 除此之外你還可以享有 這個白金美賺刷卡金的領域最高有1萬元 國內的指定餐廳可以刷5000塊錢 然後呢是免費的 海外呢一樣也可以刷5000塊錢 一樣是免費的 所以最高就可以1萬刷卡金 如果你是2023年就申請的話呢非常的幸運 因為2023年你也可以拿1萬塊錢 這個活動呢絕對是正不收益了 這個倒賺3200到底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申請的時候選擇的是6萬籌兵積分 記得3個月內要刷30萬 以長榮的兌換里程來講的話 就是每1禮0.5元 所以6萬禮呢相當於是3萬元左右的這個現金水準 接下來呢還有白金美賺的1萬刷卡金 加起來總有4萬刷卡金 4萬刷卡金呢扣掉36800年費 不就是倒賺3200元嗎 他的美食優惠呢 我個人覺得最棒最棒的就是兩人五折 活動期間呢是即日起到12月31號 像金華的話呢就有Robinx牛白屋 Robinx鐵板燒三番本家金華軒還有伯利廳 故宮的話呢有這個單點的 然後還有二樓包廂區都是兩人五折 那還有軍樂酒店的漂亮廣式海鮮菜丁 Zig Saga還有凱菲屋 台北老爺大酒店的這個民工粵菜丁 中餐熱人料理還有The Cave 台北美福有GNT意大利餐廳 還有秦山日本料理也都是我很常去吃的 台北遠東香格里拉有 醉月樓跟馬可波羅 台中台南其實也有蠻多的這個飯店呢都是有的 下一個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划算的就是用餐八五者 但是呢他也可以幫你省下一點點啦 比如說這個維多利亞的雙喜中餐廳 或者是天成飯店的豬多餐廳 還有這個Wild Wood 這個也有 胡同燒肉用388折 然後還有什麼餐酒館啊 N168的這個Prime牛排館等等 這些呢通通都是有八五折的折扣 如果你喜歡吃的是台北軍樂酒店的雲景中餐廳 或者是產日本料理 我非常推薦你申辦這一張國泰式華的世界卡 一樣也是有兩人五折的優惠喔 台北遠東香格里拉的這個遠東Cafe 然後還有香宮或者是Ibuki 一樣也是有八五折的折扣 那甚至像台北文化東方酒店的雅閣中餐廳 文化Cafe還有Benkoto意大利餐廳等等呢 他也都是有八五折的折扣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使用這張卡片 讓自己呢多省一點 中部南部的部分也有 像台中林酒店或者是玉圓花園酒店 或者是台南大園皇冠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有談進來的 再來呢是住宿禮遇 五星飯店每個晚上3300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以這個君悅酒店一個晚上 平日大概都要6-7000塊來講 他居然只要3300 真的很不錯 不過呢在2024年呢 很可惜取消了 這一次的飯店呢有哪些是一樣有延續的 比如說台北京華酒店有了 但是喜來燈跟君悅酒店呢 統統都沒了 那還有台中日月遷徙也取消了 除此之外呢他還有新增哪些 比如說新北新莊的凱悅嘉賓宣酒店 遙遠的喜來燈酒店 還有新竹伊普索酒店 台中禮方愛美酒店跟 台南大園皇冠假日酒店 然後還有傑斯旅的台南虎山館等等 這些大家都是在台灣旅遊的時候 可以考慮使用的這個飯店優惠 那度假酒店買一送一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因為一個晚上其實並不便宜 那比如說這個老爺系列的酒店 或者是 桃園的大溪利富威斯汀度假酒店 這個我也有去住過 這個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那還有飯店惠籍這個三大集團的 晉升酒店惠聚 在這三個飯店集團裡面呢 我個人覺得 希爾頓金卡惠籍呢 基本上最有用 因為呢 你可以拿到免費的早餐 飯店惠籍呢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只要持有大白的期間呢 這些惠籍的優惠呢 就會持續的延續 這也算是一個 非常簡單去維持這個 飯店惠元等級的一個 很不錯的做法 只要持續的繳大白的年費 那麼你就可以持續享有萬豪的 金卡惠籍 還有希爾頓的金卡惠籍 然後還有 利昇的這個尊榮惠籍 另外一個飛行領域呢 是常常出國的人會用到的 例如說免費使用的 Centrian Lounge的機場貴賓室 這個就是在美國 才會有的 那還有像PP的機場貴賓室 他們也是有免費提供的 主卡跟兩位 附屬卡的會員呢 都可以免費申請 那只要 就是 有PP可以進場的部分 出示卡片 然後還有你的登記證 就可以免費使用了 那台灣的部分呢 還有環雅機場貴賓室 只要出示美國運通 簽帳白金卡還有當日的登記證 就可以免費使用環雅貴賓室了 那再來 還有免費的國際機場接 或者是送的服務 一年送你四趟 我已經向美國運通詢問過了 如果你一年免費四次呢 使用完畢 接下來呢 只要打電話請 會員旅遊服務部呢 幫你叫車 一趟就是1400元 這是台北新北的部分 很不錯 那如果是中部要去的話呢 就比較貴了 接近5000塊錢 就比較不是那麼的划算 免費國際機場停車禮遇 如果你是常常飛來飛去的人呢 那麼你的車子 可以放在國際機場 然後可以享有 全年不限次數 不限天數的 免費停車優惠 這個基本上也可以幫你省下 非常多錢 住宿禮遇的部分呢 頂級酒店的 免費房型升等 台北無華東方酒店 或者是日盛生加護屋 是2024年新增的 大地酒店 桃園大溪 利富 威斯丁度假酒店 這個下面的圖就是我上次去住的時候 所拍的照片 還有雲品跟菁英國際行館還有花蓮的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FHR的禮遇呢 這個我大概用過兩次到三次 我覺得還不錯 活動期間呢 是即日起到12月31號 他們有精選的 Avan Resorts Full Season 文華東方 Whotel 香格里拉 菌月 金華 還有富樂旅居等等 只要透過會員旅遊服務部以專屬的價格來預定 就可以享有住宿禮遇 有哪些呢 比如說每日雙人早餐保證延退到下午4點退房房行升等 中午登記入住還有免費的WiFi 跟個別酒店提供的大概是100美金左右的禮遇 其實這些有用到的話呢 我覺得基本上是划算的 另外一個很大的亮點就是住三送一或者是住四送一 比如說你去住 Park Hyatt Kyodo 那麼你就可以享有第三個晚上是免費 或者是 當初有活動的時候在東京的阿曼TOKYO或者是名古屋的阿曼妮姆 都可以享有第四碗免費住宿 這個都是CBs很高的一個選擇 四個是我2023年6月的時候去入住首爾四季 所拍的一些照片還蠻開心的 有迎賓的水果 然後呢也可以提前入住 那甚至呢房型也幫我們升等了有一個比較好的view 那甚至我們延退的話下午4點再離開 都可以 所以這對我來講呢 其實這個FHR的服務呢 是划算的 幫大家做個整理喔 這個FHR的禮遇呢是適合 沒有時間做比價的人 基本上有做到房型升等都可以省下蠻多錢的 FHR贈送的早餐延退房型升等跟100美金 有用到呢基本上是划算的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地區呢 如果你要請 美國運通來幫你帶訂餐廳基本上是不行的 好從2023年開始就沒有了 但是呢如果你請美國運通來幫你協助做訂房的話呢 那麼你就可以透過美國運通來幫你做訂餐廳的動作 在2024年呢我預定了6月17號到19號要居住曼谷的華爾道夫 那這個華爾道夫呢一樣也可以像我剛剛前面講的FHR的所有的禮遇 那我也是蠻期待到時候來跟大家再做一個這個影片啊 或者是這個圖片的開箱 這蠻有趣的 美國運通千張盤景港還有健身領域 一個月可以有4次免費使用飯店健身房 比如說 君悅酒店的綠洲健身中心 台北遠宮香格里拉的健身俱樂部 或者是台北美麗姓花園酒店的活力健身俱樂部 這是2024年新增的 還有台中長榮桂冠酒店的健身中心 跟高雄寒暄國際大飯店的休閒中心 北中南其實至少都有一間可以讓大家做選擇啦 如果你整年都沒有使用的話呢 說不定可以跟客服談心 次年的話呢可能可以有這個 5000塊的刷卡金或者是 25000積分的這個回饋 最後呢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們的 半卡好康 從2022年呢本團開始做糾團以來呢 其實已經有超過500人上車了 這是蠻驚人的一個數字 我們這邊一樣有準備活動來回饋給大家 不論你是否已經持有美國運動卡 只要是新辦加辦或是升等 都符合MGM的活動規則 所以請大家呢就是要跟團的話呢 就是跟上本團才可以拿到額外的好康喔 活動期間是2024年的1月1號到3月31號 如果官方有延長的話我們一樣會延續舉辦啦 那送什麼呢這邊可以看到 申請大阪呢可以拿2000積分 就可以換2000元的超張禮券 或者是跟我拿500塊獻金 申請超榮千賬白金卡也一樣喔 可以拿2000積分或者是500獻金 如果你申請的是信東白金卡喔 比較少一點 可以拿500積分或者是100元獻金 那如果申請的是超榮千賬金卡一樣 也是500積分或者是100元獻金 最晚的回報時間呢我們是壓在3月31號 官方如果有延續的話呢 我們一樣會往後延續 到底用這張卡片我吃了哪些呢 基本上每個禮拜呢我都會去吃喔 所以像什麼金華 軍樂 然後還有台北勞雷大酒店跟美孚 然後遠東香格里拉 其實我真的很常去喔 你們只要有追蹤我的IG限時動態 我的每個週末呢 其實都到處遲遲合合都是用這張卡片 如果要跟團上車的話很簡單喔 只要把這個主旨跟內文呢 在粉絲頁私訊給我 我收到資訊之後呢 我就會請美國運通的辦卡專員來跟你聯繫囉 如果想要回報的話呢 其實只要掃上面的QR Code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資訊回報 那我收到資訊之後呢 會最快的速度來審查 並且把獎品給你 結論 美國運通前張擺機卡對我來講 就是一張想樂用的卡片喔 但是呢 它其實不太適合還在累積資產階段的人 因為這張卡片辦下來呢 不只要支付年費 而且還要花很多錢去吃喝玩樂 如果你自己本身呢 已經達到一定的資產水平 而且想要享受更多更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那麼我就很建議你 先辦這張卡片 讓你的生活呢 做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那有一點不同的體驗 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 至於我呢 2024年呢 一樣會繼續繳交36,800的年費 好好的用它 不論是房型升等 或者是國外的FHR 或者是國內飯店的兩人五折 對我來講 其實都是CP值很高的選擇 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